精子活力低能怀孕吗? 时俊,妇产科,副主任医师 就是咱们说精子活力低呢 它是有程度的,按程度分的 一般就是精子活力低 它也是可以怀孕的 但是呢,它怀孕收孕的概率呢 要比正常人的精子呢 收孕的概率要低一些 主要是如果它活力呢 就是小于80%的话呢 它对怀孕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小于70%呢 它就影响比较大 如果它的活力呢 算是活力的精子呢 就大于50% 就是它有活力的精子呢 小于50%的话 这样呢,就会造成不孕 所以说呢 就是过夫妻生活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夫妇 一年的时间呢 他没有怀孕 这个就不孕了 不孕的时候呢 咱们首先查一下男同志的精子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精子活力低 咱们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 可以采取药物 还可以采取就是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专家提示 一,一般精子活力低也可以怀孕 但受孕概率要比正常人低 二,精子活力小于80% 对怀孕有一定影响 小于70% 影响会比较大 小于50%会造成不孕 三,夫妻生活正常 三,夫妻生活正常 但一年后仍没怀孕就是不孕 首先要检查男士的精子 四,精子活力低 可以通过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可以用热物调整 也可以用热物调整